主席,我請部長,廣告部長,還有人事處長跟檢查師的司長 人事處長,檢查師長,丁委員好 是,部長好,看下一頁 部長,最近我們針對這個特徵組監聽事件的調查小組 法國部有組一個專案的調查小組,那根據日前的媒體所透露,我想正式的報告還沒定案 那他們是講叫事前查證不周延,執行追蹤沒有落實,事後的發言不謹慎 這個承辦的檢察官是不是就是鄭聲援檢察官,這個案子是不是部長 鄭聲援是其中的承辦檢察官,但是這個媒體上的意見 掛線的特徵組那個案子,承辦案件檢察官是不是就是鄭聲援檢察官 是 是吧 所以這些東西裡面,你們總長也在這邊立法院道歉 法國部也表達很多的遺憾 社會引起沸沸揚朗的事情 接著看下一頁 我想指揮偵辦監禁案的承辦檢察官叫鄭聲援,那很多人在媒體裡面就認為這個案子在承辦的過程是草率 是爛權辦爛,這是媒體很多人他們本身主觀的一個判斷 我想你們調查小組會還給大家一個比較客觀的事實的還原 接著看下一個東西 部長,檢審會有幾個委員? 檢察官人士審議委員會有幾個委員? 17個 17個 部長派幾個? 4個 4個 檢察總長派幾個? 3個 3個 現在的檢審會委員,部長是不是委員? 不是 檢察室市長 是 你請回答 來,市長 是 黃世民總長是不是這17位的檢審會的委員之一? 是 對嘛 那由他自己再另外派3個 3個人嘛 包含他是4個推薦嘛 部長推薦4個 總長推薦4個嘛 另外9個 就是由基層檢察官護選嘛 市長對不對? 是 對嘛 是 是 是這樣嘛 好 今年7、8月 我們檢審會有通過一批 有通過一批 53位 的一審 的檢察官 加深主任檢察官 是不是有這一回事? 部長你那時候還沒到任 我問市長 是 有 有嘛 是 大概幾月的時候 當時我不是檢察市長 所以是不是 那人事處的處長你說 我們 我們那個時候總共開了兩次會 大概是7月跟8月的時候 7月19號跟8月9號嘛 是 對不對 黃總長 是不是寫了推薦書 推薦了三個檢察官 處長 你請回答有沒有這一回事 黃世民總長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不是那麼有概念 部長 你沒有概念 檢察室的市長有沒有聽說 當時我不是檢察室市長 所以我沒有 你所有人都不知道 部長 部長 你有沒有聽說 我也沒聽說 因為當時我 那主密 主密那時候到任了嗎 主密你是檢察室會的委員嗎 主密是不是 那正次呢 有沒有正次在現場 沒有 那個陳正次在不在啊 陳明堂 不在啊 鬧掉了 我直接告訴你 我直接告訴你 希望你 希望你撤查 黃世民總長 黃世民總長 看上一頁 看上一頁 上一頁 黃世民總長 幫鄭聲援檢察官 寫了推薦書寒 推薦給九個基層互推的檢察官 這樣妥當嗎 部長 你讓我這樣妥事嗎 我不知道實際的狀況是怎樣 我現在告訴你嘛 我現在告訴你嘛 我經過查證了嘛 他寫了推薦信 而且我直接告訴你 而且我直接告訴你 聽說 聽你內部告訴我的檢舉 檢察官基層的檢舉 他還透過楊榮忠組長推薦的 推薦給九個檢審會的民選檢察官 互推的委員 他自己包含他四個人 總共十七個人 他自己掌握四票 要推薦的九位 四加九十三 這妥事嗎 如果部長假設有這回事 你認為這妥事嗎 好像不妥 不妥嘛 不妥嘛 檢察總長是不是全國 所有的檢察官有幾位 現在有多少檢察官 一千三百多位 四次每個都應該是他的子弟兵才對阿 處長 這一次總共多少候選人推選出五十三個 有多少人 夠資格有多少人 呃 夠資格的沒有推薦出來 我們是變成推薦出來 要兩倍給部長去圈阿 對我說至少說 在整個第一次 五十三個 至少說打掉了很多人 產生五十三個嘛 對 總共有多少人來選五十三個 呃 這個我可能要再查一下 你什麼都不知道 部長 你的人事處長 昨天我調資料說 竟然公文寫說不要給我 不要給我 不要給我 這三個人是誰 不要給我那些檢察官是誰 我在整個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是 我會到法治委員會來質詢 你在隱瞞什麼 這有什麼好隱瞞的咧 九個檢察官都拿到這個推薦書 還知道說楊隆中組長來推薦的 還知道說其中有一個叫聖聖元檢察官 另外一個姓魯的檢察官 是要升高分檢的 另外一個姓蔡的檢察官 是要升主任的 人家名字都把它點出來了 總長自己升為檢審會的委員 又幫三個特徵組的檢察官寫了推薦信 那對全國一千三百多位那些檢察官請何以堪 那誰敢不賣他的面子咧 他是檢察官的龍頭咧 那九個檢察官看到他的推薦書還 敢不背書投他們票嗎 部長 你認為這是不是很嚴重的官說 假設是屬實啦 這是不是很嚴重的官說 部長是不是假設 是我們也要看他的內容 是怎麼這樣講 他寫了推薦書還啊 你是不是承諾徹底的調查 好可以調查 這個要還給這個如果是個漏規的話 是很嚴重的漏規啊 總長自己升為檢審會的委員 又幫人家寫推薦信 這個推薦信其中三個檢察官 一個就叫鄭聲援檢察官 結果剛剛處長講 七月跟八月開檢審會 你六月掛線監聽 結果檢審會通過你 處長你告訴我五十三個人 挑幾個人出來 處長你告訴我五十三個 給部長圈選圈選的二十個人 對不對 我們不好意思齁 這個跟委員報告 因為事實上我們人事處只是列席 那列席 到最後你們新聞稿 部長發布圈選有幾個 發布圈選的話 因為這個具體的數據的話 因為當時我們提到 你們都有西風稿啊 你怎麼不知道 檢察室市長 有幾個 好 市長有幾個 部長從五十三個裡面 選選了幾個 二十個吧 現在這時間過了一段時間 過了一段時間 你怎麼叫過了一段時間 昨天你們才拿西風稿給我的 你不敢在那邊大呼 部長這就是你的法務部 連執政黨都看不過去 只要碰到總長官說 就說是什麼 所以為什麼 曾永福部長 會在第一時間講 這是人事鬥爭 因為部長沒有去勾了政森員啊 所以就一路監聽下去啦 就一路 把整個部長搞掉啊 林秀濤 看下一頁 這個可憐的檢察官 黃總長說 懷疑林秀濤可能涉及收尾貪毒 或以升遷作為交換條件 人事處的處長 林秀濤這兩次的檢審會裡面 有沒有在其中一個名單裡面 檢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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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說的委員說的是 沒有升遷了 今年七八月升遷 有沒有出現過他的名字 檢審會沒有 沒有嘛 那怎麼會有總長的 什麼以升遷作為交換條件呢 這不是五路人家嗎 真正有升遷的是他的子弟兵政森員啊 結果去將人家以升遷把人家掛線監聽 部長 我要求你撤查 還原當時怎麼關說 給哪些委員 這三個人在五十三個名單裡面全部都圈選 第一輪都過關 蔡檢察官跟鄭勝元檢察官 跟那個盧主任檢察官都過關 是部長沒有圈 所以產生很大的外面所講的人市場的紛爭 種下今天不可收拾的這個國家的動盪 部長 我要求你撤查 什麼時候給我們一個報告 你不用問他 他們後面那些人我都不相信了 昨天才給我資料今天說他不知道 昨天才提供資料給我今天在你前面說不知道 你希望說你在調查小組人調查出什麼東西 連我執政黨立委都不相信 部長不用看後面的人 你沒有報告院長用你就是沒有報告 什麼時間你講出來他們就要做到 一個月可以嗎 什麼一個月這麼簡單的事情有沒有這個檢舉 因為那些委員我們要一一去問嘛 你很簡單嘛 一個需要到一個月一個禮拜 主席 兩個禮拜好不好 因為我們這個時候還是要 很多其他的事同時在做 好給你兩個禮拜 把所有今年這誰寫推薦信 而且我側面的了解 沒有一個檢察所長幫任了一個檢察官 這53個人寫一封推薦信 只有檢察總長幫這三個人寫推薦信 他還是全國檢察官的大家長 那對於那些入選第一次入選 其他50個人沒有人 總長沒有幫他寫推薦信 情何以看他們很差嗎 他們數字很低落嗎 為什麼總長沒有幫他們寫推薦信呢 所以部長你答應我兩個禮拜徹查清楚 這不叫官說什麼叫官說 什麼有資格講人家林秀濤咧 剛剛處長講完全沒有在整個檢審會的 申請名單裡面 竟然講說以申請作為交換條件 這不是無路人家 什麼叫無路咧